OK 来 Testing 所以你们可以开始点明了 还有一样,从今天开始,你们至少要写一个早安 因为是一个礼貌来的 所以记得对其他老师也是要写一下 然后玩的时候,你们也写一下谢谢两个字 其他客人老师,你们也要这样做 所以你要写或者是你要开语音讲都可以 随便你们拿 OK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会进入11.4那边 OK,11.4那边 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就是会有上到 也就是那个11.3的那个电主 就是那个电主 我们就是会上到 之前就是上到11.3的那个电主 所以那个电主的话呢,我们也懂就是说 它的那个符号就是R 然后单位就是欧姆 然后它也有一个电主器 所以这个其实是比较小的 这个呢,其实是比较小的 又简单的 OK 那个一种的那个电主器 然后呢,里面的话 如果我们要测量电主的话呢 我们就是会有一个仪器 对吗?是会有一个仪器 就像跟之前的那个电流跟 那个电压一样 电流跟电压的话呢 电流它就是有安培计 电压它就是有伏特机 所以它们各自都有那个测量的仪器 所以这个就是电主 然后呢,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进入也就是说 我们怎样影响 那个导体的那个电主 OK吗? 所以呢,导体的那个电主呢 它们都是会有那个 它的大小都是会有因素的 OK吗? 所以这里的话呢, 它在这个的话 其实是有给你们提示的 电主的大小被什么因素影响呢? 我们就是会有导线的粗细 导线,抱歉啊 哎呀 导线的粗跟细 导线的粗细 还有导线的长短 甚至是温度 这三个因素呢 都是会影响 那一个电主的大小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 所以呢,before我们进入 那一个三个因素之前呢 我们就是用水管 来解释一下 因为之前的话 电压那一边呢 我们就是会有那 用那个水管 来解释 是电路的那一个形象 就好比说水本身就是电流 OK吗? 水压的话呢 就是那个推动力 让那个水流动的话呢 我们就代表着电压的意思 然后当然水管里面 它的阻塞的因素 OK? 阻塞的因素呢 我们就当成是电阻 OK吗?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水管里面 如果它的那个水啊 它流动的顺畅的话呢 其实就是被那个阻塞物所影响的 如果你的那个家里面 突然间有一天 你的那个水 它突然间很小 分分钟钟 有可能就是你的水管里面 就是会有一些东西阻塞 甚至是可能就是你的那个电压 你的那个水压那一边 有可能出现有一些些的那个问题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来解释一下就是电阻 如果你的那个水管 OK? 你的那个粗塞那一边的话呢 也就是说水管的那个半径 比较大跟比较小的话呢 它都是会影响水的那个顺畅度 水流的顺畅 所以比方说 比方说比较细的那个水管的话 你的水就是流的比较少一点 OK吗? 比较不大顺畅 然后如果你的水管比较阔的话呢 就是说它的半径比较大的话呢 你的水流的比较快跟比较大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电路也是一样的 倘若你的导线 倘若你的导线是比较粗的话 你的电流是比较顺畅 OK? 倘若你的导线比较细的话 你的电流比较很难通过 就是它的顺畅度会比较低一点 OK? 比较细 当然 这个顺畅度比较高的话呢 就是说它的电阻比较小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的导线如果阔的话呢 你的电流顺畅 意思是说你的电阻是比较小 因为没有阻碍的东西在里面 阻碍的东西比较少 意思是说电阻比较小 如果你的导线比较粗的话 然后导线比较细呢 当然就是电阻比较高 因为你可以看到电流不是说很顺畅 所以这一个呢 我们就是用一个比译来解释那个电路 我们用水管来解释那个电路的那个现象 OK吧?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 OK? 所以呢 OM的话呢 就是代表着电阻 电阻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影响电流的顺畅度 电流移动的顺畅度 电压的话呢 主要的就是要推动那个电流 电流在爬着咯 所以电压呢 其实就是要推动的 只是呢你可以看到OM OM其实就是要阻碍那个电流的流畅度 OK吗? 电流的那个流动咯 就是被电阻阻碍着 所以这个图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些 OK吗? 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比方我进入下一个部分之前 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OK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就是进入 我们那个课本里面的活动实义那边 所以呢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进入 那个影响电阻的那个因素咯 因为之前我就是有跟你们讲过了 它有粗细 有长短 跟温度 啦 这三个都是影响电阻的因素 OK吗? 所以呢第一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长度 所以当然 就是这个呢就是要你们超下来啦 OK? 所以呢因为我们做一个实验的话 我们都是会有那个所谓的反应性变数 超重性变数 跟固定性变数 OK吗? 所以呢这三个呢通常做实验都是会有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 这个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是要testing 长度嘛 所以当然长度就是超重性变数咯 OK吗? 所以呢这一个的话呢 抱歉啊 这一个的话呢因为它没有明智的缘故 哎呀为什么 一下子啊 一下子啊 因为我我要写一下英文名字啊 所以因为这个名字呢 其实英文的话它也是有这个东西 也是会有这一些变数的出现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我会写 那个英文的 翻译进去里面啊 OK? 反应性变数的话呢我们是叫做Responding Variable OK吗? 然后呢超重性变数的话呢我们就是 啊 Manipulated 下给我写一下 或者是 variable OK 所以这个我就放这里 好 所以呢你们可以抄下来啊 Responding Variable Manipulated Variable 还有 另外一个呢固定性变数就是 Control Variable 或者是Fix Variable 然后我写下来 Control 或者是Fix 啊 所以如果你们的那个Size啊有出现还是什么的话 这一些就是它的意思啊 OK Responding Variable就是反应性变数 所以就是跟英文一样啦 Manipulated Variable的话呢 OK Manipulated Variable的话就是我们操纵性变数咯 好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 呃 固定性变数的 固定性变数的话 我们是叫Fix Variable 啊 OK吗这里 可以吗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呢 所以呢 OK啊 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那个结论呢 就是说长度越长 店主就是越大咯 对吗 所以这个你们要记得啊 导线的长度越长的话 也就是说你们的导线借得越长的话呢 你的店主相应的就是越大 OK吗 因为就像跟水管一样 你的水管越长的话 你分叉越多的话呢 你的那个水流动的那个顺畅度 就是越来越小 OK吗 这个当然就是Apply在我们的店路里面 我们的店路也是一样的 好 你的长度 越长 店主就是会越来越大啊 OK吗这里 好 这个是第一个因素咯 所以呢 在接下来 另外一个因素呢 这个OK了 所以 其实都是 接下来也是 有一点点相同的 好 所以在这个实验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就是先后将长度不同 粗细相同的那个捏弱合金石 OK吗 介入电路啦 这个是一个导体来的啊 OK 它是一个合金 可是它也是一个导体 是一个金属咯 OK 所以这些都是它的一个实验啦 所以第一个是长度 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是进入粗细的时候 所以呢 粗细也是跟刚才的那个长度差不多一样咯 OK吗 它就是会影响店主的大小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超重性变数呢 它就是控制那个粗细咯 对吗 它就是利用不同的那个半径的那个导线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将长度一样的 可是呢 粗细不一样的捏弱合金石 给介入电路里面 所以呢 你可以发现到呢 你的那个导线的横节面积也大的话 电阻就是会越来越小 对吧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 通常你们考试啊 通常你们考试的那个 要写进去的那一个答案呢 我们通常呢 都是会比较摸读就是写横节面具 越大还是越小 OK吗 我们很少写粗细这个东西的 粗细的话 你要讲什么呢 因为它很不 怎样讲 很不specific ok吗 所以它很不 那个转 我们讲 因为太不specific了 所以呢 如果你比较好一点的答案呢 我们通常都是会 比较优先接受 横节面积 这一个四个字 ok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 它的结论呢 就是说 导线的横节面积越大的话 电阻当然就是越小 当然 那个横节面积越小 电阻就是越大咯 所以这个结论呢 其实 越大越小 越小越大的话 就是随便你了 OK吗 所以 总之 它的那个理论 要对就OK了 所以 越大 电阻当然就是越小 所以 横节面积越小的话呢 电阻当然就是越大咯 所以呢 这一些都是会 影响电阻的大小 OK吗 这里 有什么问题吗 好 所以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接下去 就是另外一个 所以 因为我们要影响电阻的话呢 我们有三个因素吗 刚才就是强度 出息 现在呢 第三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讲到材料这个东西 OK吗 材料 所以呢 如果我们用不一样的材料的话呢 其实 它也是会影响电阻 只是呢 电阻变大还是变小的话呢 其实都是没有在我们范围里面 因为毕竟材料实在是太多了 OK吗 材料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呢 我们也没办法一个一个一个去记 对吧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 它就是 它的结论呢 只能讲的就是 你只能讲的就是 电阻是会不一样的 OK吗 电阻呢 是会不一样 那 质疑比较大还是比较小呢 通常 考试那边是没有什么会去问你们 OK吗 它唯一能问你们的呢 就是前面的那个出息跟长度而已 只是呢 材料那一个方面 材料那一个方面呢 通常它是不会去问你的 你只需要知道 材料是会影响电阻的大小就可以了 OK吗 你只需要知道 材料是会影响电阻的大小 至于变大还是变小呢 你是不需要去记 OK 除非它有告诉你咯 OK吗 除非它有告诉你咯 不然的话你是不需要去记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材料部分呢 我们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合金丝 OK吗 一个是涅若 另外一个呢 就是猛铜 对吧 合金丝这个原理呢 其实 Extra OK Extra罢了 其实呢 单单比如讲我们的那个 比如讲铁的话 做你们的礼拔 我们一直讲铁铁铁 其实它并不是完全用铁来做的 OK吗 它并不是完全用铁 它还有掺杂了一些其他的元素进去里面 比如讲碳等等之类的 因为单单铁罢了的话 它可能会分分钟钟 就是它的强度会不够 OK吗 就比方说金属的话呢 我们很容易把它变成任何一个形状 因为单单一个铁或者是一个铜的话呢 它们的强度并不是说很强的 所以我们需要加一些料进去里面 比如说碳啊 跟一些其他的金属 来巩固它们的强度跟硬度 OK吗 所以这个就是合金 合金的好处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 大部分的金属 我们所碰到的金属 比如讲你们的家庭用具 等等之类 家庭用具等等之类 当然就是大部分它们都是会有 掺杂着一些的东西去里面 它们并不是蠢了的 好 OK吗 所以 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在这里的话我们少过一分钟 所以我们的 meeting 分分钟钟都是会断掉 OK 我们的 meeting 会分分钟钟断掉 对吗 所以 这个就是 讲解 影响 电路 那个电阻的因素 OK 它就是影响 电阻的因素 所以呢 电阻的大小呢 就是决定于 材料 长度 跟横节面积 所以这些呢 长度越长 面积越小的话 电阻 当然就是越大 这一句呢 其实你不需要去吵 因为之前